今天在冬至这天 商溪区第14处 影法俱乐部热闹接牌 就落脚在新基里里长办公室 今天来了好多长辈来捧场 现场还有志工们料理的 咸汤圆 甜汤圆等菜肴 让长者吃得好满足 里长也希望俱乐部成立后 让长辈可以多到据点来走走 促进身心健康 我从当选至今 然后就一直在积极在筹备 当然也是有我们公所的 一些社文科的跟我们区长 都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其实要成立这个影法俱乐部 然后办理这个共餐 其实我们有一直筹备了蛮久的 当地里长表示 从当选里长至今 一直在积极筹办影法俱乐部 和老人共餐 这期间很感谢双西区公所的协助与辅导 现在影法俱乐部终于成立 也希望长者有空就到影法俱乐部来走走 大家齐聚话家常 或是玩玩抑制桌游 都有助于身心更健康快乐 当然啊 因为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服务说 我们里面的年长者 然后让他们能够在有空的时间都能够出来活动 在我们星期里成立影法俱乐部 那今天的接牌仪式之后 将来在我们的星期里就有一个可以让长者一起活动 聚会的地点 那配合我们政府的推动 然后让我们老人的共餐也好 健康促进活动也好 让长者走出家里 来到社区 来到俱乐部 跟大家互动 大家一起同乐 共同来活动 然后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快乐又健康 双西区区长表示 星期里里长虽然初为里长 但行动力十足 积极认真 并筹划影法俱乐部已多时 今日举行接牌 也看到很多星期里的长辈走出家门来盗牢 未来双西区又增加一处影法俱乐部 长者可以在这里聚会或是玩意志游戏 减缓身心老化的速度 让长者快乐又健康 介绍为双西采访报道